老杜,今年来,东北上市公司问题频出,张子岛的侠仪善悖不知去哪儿了,挥山入业财运造假以发香港股市轩然大波,形态电器成为A股收加倍强制退市上市公司。 这些上市公司辜负了投资者信任,坑害了投资者钱财,虽然缺德,但起码没有把人害死。 如今,东北又爆出一起上市公司造假事件,这次是人命关天的疫苗造假,其严重程度用放心病狂,丧尽天良,来形容一点都不畏过。 平地医生雷,7月15日,国家要监局,一则长春长生狂权疫苗生产记录造假的通告,在资本市场炸开了国,长春长生市深交所上市公司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检测长生生物科技股份公司,长春长生造假,直接拖累长生生物。 据国家要监局通告显示,在对长春长生的生产现场进行飞行检查时,发现该企业动肝人用狂犬定义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为本,要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 国家要监局表示,所有设施批次产品,尚未出场和市场销售,全部产品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目前,国家要监局已要求吉林盛局,收回长春长生药品根普证书。 证书编号,JL2018-0024,则令其停止狂犬疫苗生产。 此外,吉林盛局有关调查组,已经进驻长春长生,对相关文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同时,国家要监局派出了专项督察组,复吉林督办调查处置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长春长生第一次出现疫苗事故。 2017年11月,长春长生就曾因百百破疫苗不合格,被人国家食品要品鉴都管理总局点名批评。 国内狂犬病的死亡率几乎百分之一百,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与虚拟谋杀有何区别? 造假们曝光后,长生生物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7月15日下午,一份长生生物的内部文件流出网络。 该文件由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邦签发,紧急通知公司各省推广团队,立即停止使用该公司的狂犬疫苗, 立即就地封存该公司狂犬疫苗。 长生生物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了该文件的真实性。 据悉,动肝人用狂犬病疫苗销售收入,约在长春长生总收入的一半左右,长生生物发布公告,主要内容集中于以下几点。 一是陈述了公司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仪式。 二是称所有设施批次产品,尚未出厂和上市销售,全部产品已得到有效控制。 正在对有效期内所有批次的动肝人,用狂犬病疫苗雷肉细胞全部实施召唤,从该疫苗近几年的不良的反应监测来看,未发现因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不良反应。 三是接下来会进行全面的自查和整改,此时表示该疫苗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影响较大,具体影响不确定,复产时间无法预计,务事盗窃。 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如果盗窃有用,那还要警察干什么? 近90万手卖单封死跌停版,7月17日,18日,长生生物继续一直跌停,短短三个交易日。 长生生物市值蒸发65亿元,总值跌落200亿元以下,长生生物股价暴跌,最倒霉的是资本市场的投资者。 截至7月10日,长生生物共有股东24817户,如今,长生生物风死跌停版,至近2.5万的投资者,想割肉离场都不行,简直惨不忍睹。 同时踩雷的还有机构投资者,7月16日晚间,泰达红利基金发布公告称,公司决定自2018年7月16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长生生物进行估值调整。 按照16.11元每股,按照16.11元每股进行估值,与当天收盘价22.11元相比,估值下调27%,相当三个跌停。 截至目前,共有三家基金公司对旗下基金所持有长生生物进行估值调整。 其中,安信基金和泰达红利一样,对长生生物的估值价格调整,为16.11元每股。 而博士基金对长生生物的估值价格调整,为14.50元每股。 长生生物创立于1992年8月18日,是一家从事人用疫苗研发、生产、销售的国家极高新技术企业。 是中国首批自主研发销售流感疫苗,即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的疫苗企业,是国内少数能够同时生产病毒及细菌疫苗的企业之一。 2015年12月,长生生物通过借客方式登陆深交所。 2012年,长生生物的动单人用狂犬疫苗Vero细胞上市。 该疫苗上市首年为公司带来营收2460.83万元,在总营收中占比仅为5.7%,在整个狂犬病疫苗市场份额还比较小,远不及辽名城大,广州诺城和浙江微信。 但是,此后数年间,长生生物迅速占领市场。 据中国产业信息网公布的2017年狂犬疫苗Vero细胞及市场需求情况。 目前市场主要生产企业是广州诺城、辽宁城大、宁波荣阿和长生生物。 2017年4家企业和GP签发,占比88.63%。 在狂犬疫苗市场,长生生物2017年的狂犬疫苗销售量占了国市场的23.19%,在国内排名第二。 打开市场后,长生生物的业绩也全涨传高。 长生生物2017年年报显示,公司营收持5.53亿元,同比增长52.6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66亿元,同比增长33.28%。 2018年一季度,长生生物净利润同比大增72.22%。 今年以来,公司股价不断上涨,最高达到29.99元每股,对应总市值暴涨超一倍。 截至7月13日收盘,高24.55元每股,对应总市值为239.04亿元。 较年初总市值上涨70%,在长生生物的总体营收中,疫苗销售占比高达99.10%,毫无疑问。 疫苗是长生生物的现金奶牛,在公司内部取出轻重,理应受到特别重视。 2016年和2017年,长生生物联发投入,分别为433.6万元和1.22亿元,分别占比公司当年营收的4.26%和7.87%,成诸年底增趋势。 但是,与长生生物的理财资金相比,研发投入简直是小物件大物。 2017年,长生生物委托理财资金总额,高达111.58亿元。 其中,63.45亿元来自木齐资金,48亿元为自由资金。 截至2017年底,长生生物还以20.5亿元理财产品上为到期。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仅以2017年为例,长生生物的研发投入为1.22亿元,理财资金却高达111.58亿元。 研发投入还不及理财资金的一个零头。 当一家上市公司的主要经历不再放在发展主页上,而是放到理财赚快钱方面,这家公司的发展前进可向而知。 4.除了好之百亿卖理财外,长生生物大股东频繁减持业报收购病。 2018年4月,长生生物原第四大股东驱使卓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取水质锐开启减持模式,并且依法不可收。 2018年7月10日,长生生物发布关于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取水卓锐的减持路径公诸于是,自2018年4月19日至7月9日期间,取水卓锐密集减持9次。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1723万股,减持比例为1.77%,交易价格在18.7元至22.5元之间。 减持均价约为20.6元,累计套现约3.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取水卓锐最近三次的减持操作,均发生在7月初,累计减持150.1万股。 其中,7月2日、6日、9日分别减持了50万股、30万股、70.1万股。 减持价格分别为20.06元、19.1元、19.62元。 赶在7月15日造假门曝光之前,取水卓锐已经密集减持3次,累计套现3000万元。 这种是肩上的巧合。 真不知是取水卓锐未卜先知,还是对长生生物疫苗造假早有耳闻,提前减持套现落袋为安。 2018年4月至今,取水卓锐,密集减持9次造假门曝光前,为列长生生物前时代股东之一的北京华愁投资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华愁,也进行了减持。 潮生生物2月24日公告显示,2017年9月8日至29月期间,原始股5.05%的股东北京华愁,通过大宗交易,累计减持了325万股,减持比例为0.33%,减持均加16.36元,累计套现超过5000万元。 5.回顾长生长生的发展史,更现一部令人匪夷所思的奇幻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俊芳出神入化的资本腾挪术。 高俊芳曾担任长生长生前生长生生物质品研究所财务助处长,1992年长生长生成立,高俊芳出任公司副总经理,次年出任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1996年,母公司长生高新上市,高俊芳又经级为长生高新副董事长。 2002年,长生高新净利润737万元,扣掉长生长生净利润2634万元,其他业务实为亏损。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长春高新不顾业绩亏损的压力,坚持以不到8000万元的价格,将长生生物卖掉。 而且是低价卖给高俊芳,中间为长春长生时控人高俊芳,女,此事曾引发舆论关注,但长春高新形已决。 经过两次蹊跷的股权转让,长春长生成公司有化,被高俊芳收入囊中,截至借格上市时,长春长生的估值,已经达到55亿元。 10年左右,高俊芳把长春长生的估值,从8000万元做到55亿,估值飙涨68.75倍,令人叹为观止。 目前,长春长生的实际控制人,为高俊芳、张明豪、张有奎三人,分别是有长生生物18.18%,17.88%,8.24%的估权。 三人是一致行动人,据悉,高俊芳、张有奎为夫妻关系,高俊芳、张明豪为母子关系。 高俊芳出生于1954年,目前已经64岁高龄,现代任长春长生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负责公司全联工作。 这虽然不为法公司法相关规定,但高俊芳已64岁高龄,一人身兼数职,还都是举足轻重的高管职务。 既是对高俊芳个人能力的巨大考验,也折射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可能存在不足。 卫生、抢生生物疫苗造假,再次敲响医药行业的安全景中。 2016年3月,山东省破获案值5.7亿元的非法疫苗案,25种儿童疫苗,成人疫苗为今冷冽存储运输。 消防全国24个省市,这就是汉人清闻的山东疫苗事件。 山东疫苗事件波及半温广,影响极其恶劣,对整个疫苗行业造成巨大冲击。 经过一年多的休养升息,疫苗行业在2017年下半年,才开始出现复苏行情。 如今好景不长,长生生物再次爆出疫苗造假,整个医药行业已经犹如惊弓之鸟,资本市场上医药板块短期调整在所难免。 眼泪人士分析认为,长春长生疫苗造假的最大原因,可能是为了节约成本。 但是,医药制造关乎老百姓生命安危,医药公司的初衷,应该是救死扶伤。 倘若已为追求公司利益而做诸山陷害理的够荡,这样的企业根本不可能走得长远。 新华网评论称,不到一年,长春长生在爆疫苗质量问题,疫苗安全是人民关天的大事, 万不能因为没造成重大损失,就长出一口气。 所谓亡羊补牢,要真补,才能杜绝亡。 鼻子在此流中祈祷,希望长春长生的疫苗造假只是个案,而不是行业的问题。 因长春长生地处东北地区,此次爆出疫苗造假又来,投资不过山海关。 这只股市老花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时间往前推。 东北上市公司频频飞出黑天鹅,最搞笑的是张子岛下一山被一次次游走。 后来又有浑水渡空回山入夜,前初期造假内幕。 连A股首家被强制退市的新泰电器,也是东北地区的上市公司。 逼着再次言证,本人绝没有任何抵约骑士的意思。 只是为东北企业无视资本市场运行规则,肆意践踏地区生育生感心痛。 在一次又一次的黑天鹅事件曝光后,东北的上市公司们,只是后卫名率而战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